又来说一个和名字有关的侍儿吧 我有一个好友 他上面有一个哥哥 哥哥结婚后第二年就有了个儿子 长子长孙嘛 爷爷奶奶自然是宝贝的不得了 一心想给孙子起一个意义非凡的名字 可是由于水平也就那样 他们想了半天 给孙子起了一个名字叫浩天 姓傻我就不说了 我好友的哥哥觉得这名字有点不妥 但是降不过父母 也只好去派出所用这个名给孩子上了户口 不过这孩子可真不好带的 三天两头生病 毫不夸张的说 一年三六五天 他起码有差不多两百天都在和医院打交道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药罐子 瘦得跟一个马杆似的 大家都说这玩意儿好造孽 看起来像个非洲难民那么瘦 为了他的身体 他的家人可是操碎了心 想尽了办法 那孩子还是要不离口 恐怕他吃的要比吃的饭还多吧 后来有一个老人对他们家人说 我觉得这个玩儿的名字不对头 你们小门小户的人家 这个玩儿取这么个名字 恐怕压不住的 不如重新改名看看能不能好点 他们家人一听觉得有那么点道理 就找一个据说有点懂行的人 给孩子改了一个朴实无华的名字 现在距离改名有两年了 这孩子的身体比起以前大有起色了 当然还不能和健康儿童相比 当比起以前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不过感规里能不能和健康儿童相比 是天壤之外 不过感触惑我 也不过感触满症 话 有什么区别 这么囧 眼前 更来